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入生抽 适量生粉 再来一点料酒 先搅拌均匀 最后再倒入食用油 保持肉质鲜嫩 搅拌均匀好后腌制10分钟 起锅开火 倒入油 放入腌制好的五块肉煸炒 煸炒出油 即可把肉盛出 锅内留底油 放入青椒爆炒 再撒上一点盐 用一点盐爆炒青椒能使青椒入味 一熟也能降低青椒的辣度 青椒煸炒至表皮起皱 成骨皮状 再放入煸炒好的五块肉 加入切好的蒜片和豆豉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最后再倒入老抽增色 生抽提鲜 此时辣椒炒肉的味道就已经出来了 闻着这个香味非常有食欲 翻炒均匀后即可出锅 辣椒炒肉是地地道道的香菜 也是家常菜下饭菜 湖南人每家每户必吃 当然每家做法都会有些细微差别 各位土生土长的香味子 今天这道辣椒炒肉是我从小吃到大 也非常喜欢的一道菜 食材做法都非常简单 希望这道菜也能出现在你家的餐桌上 以上是我们的食材表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并订阅我哦 我会和你分享更多的美食制作